这部国产电影相当生猛 战绩也是相当辉煌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年度十佳电影 美国国家影评人奖最佳外语片 第66届甘纳电影节最佳编剧 BBC年度十大家片 然而就是这么一部获奖无数的电影 国内却不愿上映 该片有四个故事构成 全部取材于轰动全国的真实事件 据说导演只要打三分 因为三分天注定 大海市土生土长的乌金山人 村里的煤矿被焦罗板欠占 让他非常不满 一度怀疑村长和焦罗板勾结 他选下一纸诉状 准备将两人告到中纪委 可由于没有具体地址 被邮局拒收 他顿时怒上心头 怀疑邮局的小姑娘 跟村长是一伙的 明明就是焦罗板的二奶 他气愤的离开邮局 上了迎面而来的公交 这不是公共交通工具 而是村里承包的 焦罗板买了私人飞机 从香港回来 村里组织大家迎接 去的人给带白面 尽管他对焦罗板意见很大 但为了白面 还是坐了下来 正好村里的会计也在 他准上讲大话 焦罗板当年承包煤矿 说是每年给村委会 分40%的红利 你看14年过去了 这红利到底有多少 会计赶忙否认 01年的时候 村里和县里签了合同 把煤矿卖给焦罗板 现在属于焦罗板的私人产业 根本没有分红一说 他越想越生气 焦罗板一产子几十万 飞机都买上了 村民却只能和西北风 他严重怀疑不止村长贪污 会计肯定也受贿了 会计懒得跟他解释 赶忙让师父停车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不久后 乡亲们齐去机场 在村长的带领下 迎接焦罗板 带飞机落地 裸骨悬前 煙炮齐鸣 大家齐声高喊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焦罗板夫妇缓缓走下飞机 村长赶忙上前置线 然后有两名孩童送花 接下来是记者商场 该有的排面一个都不少 焦罗板走上前 与乡亲们握手 人群中的大海突然献上拥抱 客套的祝败过后 还有个不情之情 希望焦罗板能赞助一下 让他买张车票 去北京告焦罗板和村长 焦罗板面不改色 心不跳 当着大家伙的面答应下来 可他却不依不扰 拉着焦罗板 要聊一聊村里的经济问题 焦罗板给他台阶他还不下 结果可想而知 等大家退场后 他的脑袋被当成高尔夫球大 事后进了医院 焦罗板的人送来花篮 并拿出两万块钱给他 犹豫了一会儿又加一万 这事就算了了 他本想从姐姐那得到点安慰 结果姐姐劝他别多管闲事 自觉侵辱 回到村里 他又多了个老高的外号 在机场被当成高尔夫球打的事 已经传遍全村 这简直是杀人逐息呢 堂堂七十男儿 怎看如此羞辱 一次次的打击 终于集起他心中的猛火 他想要的不过是公平二字 结果换来的却是屈辱 适可忍孰不可忍 在禁具零充夜奔的取标下 他拿出家中的猎枪 裹上猛火毯子 伴随着禁具扎判官 迈着熊啾啾气昂昂的步伐 踏上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他先是来到会计家 逼迫会计协下村长的贪污数额 会计原本有些软 听到外面传来警惕声 突然硬了起来 指着脑袋让他打 就他那怂样 还拿枪出来吓唬人 既然会计都这么要求了 那他就恭敬不如从命 抬手一枪 送会计上路 然后再来一枪 让夫妻团聚 杀戮一旦开始 就停不下来了 下一站村委会 可惜村长不在 只有那个叫他老高的人在 听说村长去了庙里 他手起枪响 完成三杀 之后不再用胡弹演示 扛着枪朝庙里走去 村民好奇他拿枪干嘛 他只留下一句 打伤口 村长刚从庙里出来 就被他给撞上了 没有多余的话 直接拿下厮杀 回村了路上 遇到有人不停的鞭打马尔 他抬手一枪 完成抹杀 接下来是万恶的焦老板 这次没冲过去 大开杀戒 而是坐上焦老板的豪车 焦老板也是个人物 枪指脑袋还领微不乱 让他有要求就提 他轻轻扣下扳机 这就是他的诉求 随着枪声落下 母主的马尔组上街头 与胡销的警车擦肩而过 第二位主角 三儿登场 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 遭遇劫匪 他不像其他人一样 加速逃跑 而是慢慢停了下来 冷静地拔出手枪 将三名劫匪一一打死 回到家时 正要赶上老母亲 其实大寿 他在家里排行老三 三儿这个名字 也是由此而来 他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媳妇收到了两笔钱 总共13万 最后一笔是从山西寄的 这在当时可是巨款 他没有隐瞒 事是在武汉做的 钱是在山西寄的 大哥二哥跑来找他 老母亲的生日是 十一月初期 两人当时在外面打工 回不来 其他亲戚也是这情况 所以就放到今天 三十半了 正好人多 收的里也多 总共10270块钱 酒席是12桌 烟酒菜直接下来是 6477块3毛3 请了个礼仪 800 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 总共是7485块4毛2 那么还剩2784块5毛8 平均分成四份 兄弟三个加上老母亲 一人一份 他敢不拒绝 两位哥哥说的就行 他那份直接给母亲 大哥做事向来是一碗水端平 要给的话他自己给 另外买了一包好烟 还剩9根 正好一人3根 他一口气把3根全点着 在家里拜了拜 希望那些枪下亡魂别来找他 除夕夜很是热闹 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打牌 干打很无聊 难免会开几句玩笑 可这东西得有度 不然会唤醒人内心的暴力 比如这一桌 聊到了村里面回来的姑娘 听说在外面干特殊服务 染了病 黄毛正好跟姑娘有旧情 同桌的人劝他去检查一下 别等中招了才知道后悔 他立刻反省 称对方媳妇在外面干的也是这一行 一来二去 两人火气上来 准备大干一场 看伤脑的不显事大 在旁边不停供货 气氛顿时被点燃 几人大打出手 三二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暴力这东西与生俱来 并非他独有 而且这种发泄方式 远不如一枪一个来的痛快 外面的小朋友在放烟花 看儿子一脸羡慕的样子 他从怀里掏出枪 放了个独一无二的炮杖 年过完 他也该出去赚钱了 媳妇有点舍不得 他寄回来的钱过花很久 就不能留下来陪陪家人吗 可他觉得留下来没意思 人生毫无意义 只有枪想的那一刻 他才能感觉到自己活着 年后第一站 他选在重庆 找了家务金店 借口上厕所 让老板帮忙看包 然后换上搬运工的衣服 去旁边的银行蹲售 很快就锁定一队有钱夫妇 他也不废话 当街逃墙射杀 拿走床前的手机包 套个黑色塑料袋 脱掉装卸工的衣服 去店里拿回自己的包 骑上鲜爱的小摩托 跟随前方的牛车继续上路 牛对红色很敏感 他也是 而牛的终点是屠宰场 他的终点也不言而喻 之后他上了辆大巴 不过却在中途下车 大巴上还有一号人物 他不是重点 重点是由他引出的第三位主人公 小玉 小玉是他的求人 但不求名 不求利 只求给家人一个脚带 这让他有点难办 已经跟老婆坦白 但一时半会儿离不了 小玉也不想再拖下去了 再给半年时间 要么离婚 要么离开 送他回广州时 能检查出他包里有刀 这东西不能带上车 小玉暂时替他保管 随着他的离开 小玉的生活又恢复往常 回去的路上遇到灵蛇起伏 蛇的特点是冷静 而白蛇传中的爱情故事 曲折力气 没有善终 这两点都跟他很像 他回到工作岗位 桑拿店的前台 结果等来的不是向往的爱情 而是郑主的三大白骨精 他落魂而逃 躲进灵蛇起伏的车 陌生女子的温柔 给他带来一丝慰藉 带郑主走后 他回到店里休息 继续过着单调法位 无限重复的生活 而一则新闻 又给了他重重一击 开往广州的列车 发生事故 心上人就在上面 他的人生顿时失去方向 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 这天晚上 他的人生迎来重大改变 店里来了两位客人 正在洗衣服的他 被客人找上门 让他坐全套外摩 他晚言拒绝 表明自己只是前台 需要服务的话上三楼 结果刚把门关上 对方又给推开 他再次拒绝并关上门 结果两人又一起进来 非得让他来陪 这事逼梁为常 太过分了 他直接把两人推出去 但是并未将门上锁 结果可想而知 对方再次破门而入 毫不客气地用钱砸脸 他一忍再忍 直到忍不可忍 从包里掏出新上人的刀 手起刀落 完成单杀 另一个看情况不对 拔腿就跑 他持刀去追 可惜没追上 等冷静下来后 他拿出手机 选择报警 随着他的自首 第四个故事拉开序幕 在广州服装厂打工的小辉 因为串稿害同事手受伤 车间主任 支持小辉的新上人 医药费常理报销 但务工费 得小辉自己承担 同事休息的这段时间 他的工资全给同事 可他却不干了 同事休息个一二十天还行 万一休息上百天 那他不是白打过吗 他直接选择跑路 去东湾找朋友谋生 朋友给他介绍到一组会 工资嘎嘎高 比如小辉 刚来第一天 他就被清纯的莲蓉吸引 似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他在来东莞的车上 就见过莲蓉 这份新工作让他很满意 既能赚到钱 又能见识 九福盛名的管事服务 两人忙里偷钱 上午冲浪 各种爆炸新闻 不断刺激着两人 东北一个土地局局长 家里搜出130多个LA包 价值200多万 吃瓜的两人还不忘评论 千言万语化作三个字 TMD 下一则新闻 山西煤光爆炸 死了十几个人 两人的评论 还是那三个字 刮车的差不多了 莲蓉问起小辉的网名 一听我是一只小小鸟 莲蓉立刻动起手来 想看看到底有多小 结果害羞的反而是小辉 莲蓉突然想起件事 出去淋了一袋鱼回来 准备明天放生 他幸福 管这行叫熬片门 所以要多做善事 来世才能得到解脱 顺便提一句 他的网名是寻水的鱼 跟他一样单纯而富有实意 更深层的意思是 项目自由 而小辉又何尝不是 下班后 两人消灭一起放生 一眨眼又到了晚上 管事服务再次上线 小辉也如愿以偿 拿到了工资之外的小辉 等他在场里干好几天呢 随着时间流逝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小辉大胆地表白 准备带着莲蓉私奔 可莲蓉一句话 让单纯的他如醉病苦 你了解我吗 莲蓉得赚钱养三岁的孩子 不可能跟他做 他这才明白那句老话 欢场无真爱 却多知情债 莲蓉继续逢场作戏 赚钱养家 而他则选择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回归现实生活 去朋友所在的电子厂上班 虽然工资不多 但也不会对未来抱有希望 这样平平淡淡 挺好 可莲打真孝子 才发很新人 麻绳专挑戏阻断 厄运只招苦命人 家里来电话催他打钱 他刚把上份工作的钱打回去 这份工作的钱要到月底才给 都现在比脸还干净 可家里人不管他在经历什么 一句乱花钱 直接把他定义了 他心里有苦难言 并说发泄了 连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坏手的同事突然找上门 看他模样是要报复 虽然没有真的下手 但他的心已经死了 随着同事的离开 他捡起地上的体棍 心中一片茫然 不知该灰向水 严格来说 他没有真正的仇人 无法像大海和小玉那样 有明确的反抗对象 也无法像三儿那样 在自己的杀戮中寻求满足 他只能把自己当作目标 在纵深一跃中获得解脱 许多年后 叫老板的公司由乙双继承 狐狸的小玉在此谋得意志 一切屎于山西 又忠于山西 伴随着禁句玉腾春的曲调 和一句苏三 你可知罪 导演贾章科 用戏台下的麻木表情和一段文字 被这部电影画上句号 至于能理解多少 就看每个人都感悟了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